狼本德爾 希望能夠創造出一個精簡 卻能夠帶給觀眾興奮感的開場印象 他們適合超過20個版本 包括開門聲、音樂盒、山羊的教授 哈囉大家好我是傑哥 歡迎收看傑哥創意筆記 講到影視串流平台 你第一個想到是什麼 相信很多人現在腦中浮現的 應該是 Netflix 紅紅的大寫N吧 Netflix 可以說是串流平台最早的開拓者之一 一直到現在 Netflix 應該都還是 很多人最愛用的串流媒體 更是大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不過就在 5 月 24 號 Netflix 突然宣布要開始在台灣 抓共享帳號的寄生蟲 今天我們就來分享 關於 Netflix 你必須要知道的 7 件事 第一 Netflix 起願於一次過期的罰款 大家可能多多少的都知道 Netflix 一開始是以出租 DVD 起家的 跟當時的百事達 跟其他的租片商不一樣的地方是 Netflix 推出了 DVD 郵寄到府的服務 並且把原本暗片計價的出租模式 改成月租吃到飽這種全新的商業模式 不過你知道當初 Netflix 的創始人瑞德哈斯丁 為什麼會想到這樣的 idea 嗎? 他在一次菲律賓 ANC 的採訪中提到 他曾經在百事達租了 阿波羅 13 號這部電影的 DVD 後來因為不小心 與其 6 個禮拜才還片 被罰了 40 美金 這個罰款其實還蠻貴的 但也是這樣的經驗 讓他開始思考 該怎麼優化革新 傳統錄影帶出租的服務 產生了創業動機 才有我們現在熟悉的 Netflix 出現 第二 Netflix 特有的噔噔音效來源 只要是Netflix 的粉絲一定非常熟悉 每部影片開頭的噔噔音效 當時 Netflix 的產品副總托德耶靈 想要讓Netflix 的影片更有辨識度 打造出一個 Netflix 的專屬開頭音效 就像是米糕美那隻獅子 或是 20 世紀福斯的華麗開頭 所以他找來了音效設計師 狼本德爾 希望能夠創造出一個精簡 卻能夠帶給觀眾興奮感的開場音效 他們試了超過 20 個版本 包括開門聲、音樂盒、還有山羊的叫聲 誒誒 好險最後沒有採用啊 完全無法想像黑暗榮耀 開頭是咩咩咩咩山羊叫聲 托德選擇了幾個版本 還請他的女兒來決定 但他毫不考慮選擇了噔噔的音效 而這個噔噔音效呢 其實是本德爾帶著婚戒敲衣櫃的聲音 再經過層層的後製調製出來的 你能夠想像嗎 這個只有 3 秒的聲音 其實花了整整 1 年才製作完成 托德也有請幾個受試者來試聽 他們聽完這個音效 給出了開始、有趣、戲劇感、簡短等等的評價 所以充滿代表性的Netflix開場就這樣誕生啦 後來Netflix的原創電影進軍了大螢幕 原本短短的等燈開頭 比較不適合在電影院播放 Netflix還找來了漢斯寂寞 也就是那個幫獅子王、神鬼七夯 捍衛戰士、獨行俠配樂的超強電影配樂大師 製作了一個 16 秒交響樂版本的等燈開場 第三 超強的推薦演算法 連挑首頁海報都有學問 根據Netflix自己的內部調查 用戶停在每個影劇封面的時間只有 1.8 秒 而如果在 90 秒之後沒有看到想看的影片 就會離開網站 因此Netflix之所以會那麼的成功 有很大一部分要歸功於它超精準的推薦系統 透過觀察使用者的觀影習慣和偏好 蒐集龐大的後台數據進行分析 產出了各種推薦片單 除了推薦片單之外 首頁的影劇海報怎麼呈現 其實也是一個影響用戶觀看行為很大的因素 點進Netflix的首頁 你看到的每一張影劇海報 都是針對不同地區、不同文化、不同觀影偏好 的用戶高度客製化之後呈現的設計 Netflix利用電腦視覺AI 還有機器學習的技術 區別不同類型觀眾的特性 並且進一步分析出一張海報上不同的元素 對於不同種觀影觀眾的影響程度 這樣一來 設計出的封面才能更有效的吸引每個觀眾 點擊觀看 舉例來說 Netflix觀察出影集超感8人組 分別在德國、巴西、美國和英國4個國家 最能夠吸引當地用戶的特色 推出這4款封面 另外一個例子是電影《心靈捕手的海報》 如果用戶近期觀看的影片種類 比較多是浪漫愛情片 Netflix就會使用男女主角約會的畫面作為封面 但如果用戶最近看比較多喜劇 就會選擇將喜劇天王 Robin Willis 放在封面 沒想到我們表面上看到簡簡單單的海報 背後居然經過這麼多的研究和分析 第四 隱藏代碼 雖然Netflix本身就有幫不同類型的影片分類 但這些類別通常都比較大範圍 比較籠統 有時候還會因為演算法的關係 沒辦法看到這個分類裡面全部的影片 其實Netflix上面每一種影片的分類 都有自己的代碼 只要在特定的網址後面輸入這些代碼 就可以瀏覽所有屬於這個分類的片單 例如你想要瀏覽全部的台灣電影 直接在這串網址後面加上434295 就可以看到Netflix上面所有的國片 想要搜日本動脈可以輸入6721 而說得關於LGBTQ的議題 他們的作品代碼是5977 這些代碼分類分得非常細 光是依照國家與地區分類的電影 就有超過27種 給小孩看的電影 還能夠依照不同適合的觀影年齡 區分成5類 如果你想要色色 輸入100040 100040 就能夠瀏覽所有 Netflix首頁不會主動推送的 隱藏版成人電影 大家可以去Netflix Coz這個網站 看看到底有哪些神奇的隱藏代碼 以後一到片荒 不知道要看什麼的時候 也可以試試看用這個方法來選片啦 第五 Netflix的各種超狂行銷操作 Netflix的行銷操作案例 其實很難介紹 因為做的有趣有創意的實在太太太太多了 我們挑了三個超狂的案例 來簡單分享一下 這三個案例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超敢玩 第一個是2018年宣傳探變的這部片的戶外廣告 Netflix直接把超逼真而且會呼吸的假人 放進真空逆風袋裡 大啦啦的展示在公車站牌 非常的吸睛 不過真的是蠻讓人家覺得毛骨悚然的 再來當然是超紅的怪奇物語 在第二季推出的時候 Netflix跟共乘平台LIFT 合作了一檔驚悚乘車體驗活動 乘客坐上看似正常的計程車不久之後 就會開始有怪事發生 像是出現詭異的閃爍燈光 車門突然上鎖 還有司機嘔突出闊魚等等 超恐怖的情況 最後才揭曉 其實是怪奇物語的宣傳活動 真的非常敢玩啦 最後是比較近期一點的 Wednesday 星期三這部劇 Netflix直接讓劇裡面的女主角的寵物 SIM 也就是那隻小手手 大搖大擺的走在紐約的街上 把路人的各種驚喜 驚嚇的反應 全部錄起來 也在社群上引起超多的討論 第六 Netflix & Chill Netflix的出現大大影響了大家的生活習慣 甚至還因此產生了新的生活片語 Netflix & Chill 一開始這句話的意思很單純 只是想要表達看Netflix打發時間的行為 但久而久之 這句話就變成了 邀請對方到家裡看Netflix 讓我們可以色色的暗示 有點像我們台灣在講的 你想來我家看我的貓咪後空翻嗎? 或者是韓國常用的 要來吃拉麵嗎?的概念 後來市面上甚至還出現了 叫做Netflix & Chill 的保險套 順帶一提 另外一個串流平台 Hulu 也有類似的片語 Hulu & Commitment 不過這就跟Netflix & Chill是完全不同了 這句話的意思是表示要發展 長久穩定的關係 所以以後聽到別人問你要不要 Netflix & Chill 一下 記得不要傻傻的以為 是要去別人家看電影純聊天喔 第七 抓寄生蟲 共享用戶也要付錢了 Netflix曾經統計過全世界 超過1億人是沒有付月費的 Netflix寄生蟲 加上他們面臨了訂閱戶和營收下滑的威脅 於是他們決定開始行動 打擊免費共享用戶 今年2月 Netflix 在加拿大 葡萄牙 西班牙 紐西蘭4個國家 首次推出限制共享帳號的新措施 要求共享用戶要額外付分享授權費 還推行了一堆限制手段 像是西班牙的用戶就要多花5.99歐的月費 大概是台幣200塊 才能夠擁有其他共享帳號 結果這個措施推出不到3個月 就喪失了超過100萬的西班牙用戶 雖然Netflix 官方相信這只是短暫的陣痛旗 也推出了更便宜的廣告方案 想要給用戶選擇 但這個措施想必也惹禍了很多搭便車的用戶 原本我們台灣用戶只要負責在旁邊看戲就好 沒想到這把火終究是燒到我們身上啦 5月24號打擊台灣共享有帳戶的消息 一公布立刻就引發非常多的討論 雖然還是有用戶覺得價格合理 當成是投資Netflix去做更多原創內容 但也蠻多用戶還是非常的生氣 表示要退訂 畢竟Netflix 也是曾經發過 愛就是分享你的密碼這樣的貼文 所以現在看起來愛還是會消失囉 品牌的定價策略一調整就引發了很大的影響 只能說這是一個很深的學問 很難做到十全十美皆大歡喜 以上就是我們盤點關於Netflix 你必須知道的七件事 如果你對以上的分享有任何想要補充的事 或者你對於Netflix的共用帳戶新政策 有任何看法都歡迎留言跟我們討論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想看更多創意靈感或者是行銷解密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